来关心南部中心传来的独家消息 高雄二港口金船渔船的造气外泄 而飞机的渔工当场昏厥 疑似船上的环保冷媒管线破裂 无色无味的气体不易察觉 而渔工在整理船舱后不久 就失去意识传出中毒的意外 其他船员赶紧将他送一急救 船员好紧张 因为一名飞机渔工整理船舱到一半 突然昏了过去 救护车抵达港口 赶紧将他送一急救 环保卤没有味道 他都染过他都不熟 当时警销接获通报 原本以为只是船员受伤 抵达现场才知道 原来是环保冷媒的管线破裂 由于肺律听话物本身就无色无味 根本无从察觉 渔工吸入几口之后 当场昏了过去 之后就觉得头鹰不舒服 另外来讲的话 他觉得好像快需托一样 目前的话在给予氧气以后 那待放点滴 灵机箱还蛮稳定的 据了解肺律听话物无色无味 不过要是吸入过多 对呼吸道将会造成严重影响 索性船员及早发现 松衣后并无带 也让船员松了一口气